本文獲顏順歐先生授權轉載至顏順歐Facebook 標題為《崩潰與重建 關於未來中國的想像》 有網友在我上篇文章後留言 說我高估了大陸人的質素 我沒有高估大陸人的質素 中國人深知離散與敗壞 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 他與中共的道德淪喪成正比 中共之惡、習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惡之大成 抵達古今中外惡之最底部 中共之惡、內之老毛之惡、老毛之無恥殘暴 在中國歷史上登峰操極 中共早期幹部中也有一些願有救國理想 但在老毛文化人格的分途之下 幾十年習惡為常 變得一樣無人性 上知所好下必甚言 中共各級幹部之惡 獨化中國社會的風氣 當官的貪婪無盜 民間也不擇手斷臉財 當官的荒淫好色 民間也做權色交易 當官的害人 民間也能互害 當官的暴虐 民間也用暴力說話 中共崩潰後 社會難以收拾 國家難以重建 要重建社會和國家 先要重建正常人心 這個是一項空前艱難的文化工程 要以十年為計才能脫胎緩骨 但我相信人性還是根深蒂固的 人心的最深處 不是人間數十年即非城市的惡族 那裡還有最堅固不可動搖 不以人的現世體驗為轉移的 決定人的本質的基本人性 盜郎的落沙海市火爆 證明中國人對世道之顛倒心惡痛絕 也就是說 現今世道之壞 只是浮在表面的精神污染 而最深層的人性 那些理性的 溫情的 文包物語敵人之天性 永遠都會在 因為改變人性不是以十年八年為單位 是以千年為單位 中共崩潰後 大陸不免經過一段長時間的來亂 一段無政府狀態 但是人民飽受勢亂之苦 亂極私自 最終會產生一種共同願望 就是怎樣為社會安定 找一個終極的出路 不理最後是分裂成幾個或幾十個小國 還是認救回到大一統 但卻包含地方自治架構的身體制 總之沒有政府狀態 不會長久維持 因為人性最終會殊途同歸 會對亂世感到厭惡和抗拒 希望安定下來 安居樂業 和氣生財 中共崩潰之後 大陸人最先得到的是自由 自由是相忍到 能完善自我 亦能傷害他人 因此 需要為自由制定必要的邊界 自由 是以不傷害他人自由為邊界 這個就要建立平等的觀念 平等要建立在人權的基礎之上 人權 是你有多少權 他亦都有多少 人人都有同等量的權利 你有其他人沒有 你亦不會有 但要拿什麼來保障人的權利呢? 唯有法治可以 法治就是界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法治對任何人都適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要保障法治的貫徹 又不得不仰賴民主的制度 唯有人民選出來的代表 負責立法、司法與執法 才能保障法治的完整與充分貫徹 大陸13億人 大部分對普世價值都缺乏認識 如何在亂世之後 普及自由人權法治與民主的觀念 如何在分崩離式的民間思潮中 形成一個主流的共識 這就是一個長久艱難的課題 中國人民受共產黨之苦久矣 亂世之下 思想與現實都沒有出路 到時就是民主思潮 與專制傳統觀念爭奪人心的時候 值得慶幸的是 中國人有台灣的民主制度 與港英的法治環境作為完成的參照系統 中國人只要看下台灣 看下港英時代的香港 就明白救國之路在何方 中共崩潰之後 很難不出現各路諸侯佔地為旺的局面 但不論是地方官還是軍方將領 一旦掌握了地方權力 他們也要保警安民 發展經濟 注重民生 否則 他們也無法保住權力 因此 地方官與軍頭 也只能順時代潮流移動 探討地方自治 民主發展的道路 不如此 中共的下場就是他們的現眼部 民主會在鄉鎮一級盟牙 從鄉鎮草建民主初型 然後逐級往上 逐步完善 互相交流、參照 到時一級到省一級 甚至到國家一級 中間會有反覆 曲線發展 會進三步退兩步 會公敗瑞城 另起牢租 但總的方向 是融入普世價值 這是時代潮流 遲早都只有這條路走 當然 沒人知道這段時間會有多長 我說中共崩潰短則5年、長則10年 這只是一個粗略估計 但中共崩潰之後 大陸要經過幾長時間的混亂和磨合 才能過渡到民主體制 這卻是無法估計的 這就要看中國人的名數了 最有利的還是廣東和福建 當年改革開放 此作俑者也是這兩個省 因為他們各有香港、台灣地利之變 不論中國怎麼變 香港都要和廣東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廣東是香港水電和生活物資供應的福地 廣東也是香港與內地省份隔離的屏障 省港順此相依 香港可避過亂世之劫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不反映大紀元立場